開門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粗餐 醬的重要性不需要我們多說 原來醬最初的繁榮是為了保存食物 嘗試把醬的字拆開 會看到將軍的醬字 就是用醬提起鎮壓作用 令細虧不會滋爭 現在就不同了 醬汁主要用來調味 出色的醬汁, 一定是食物靈魂的蔬菜 就像蒸魚一樣, 一定要有豉油 吃山炒骨, 怎麼說是甜酸醬呢 平不平無奇的食物呢 如果有一個好吃的醬汁 肯定可以掛附柳為神奇 根據中國食經記載 最初的醬是飯豬用大豆、黃豆、蠶豆 發酵而成的醬 時至今日, 醬已經成為了 所有調味餅的統稱 好, 讓我做個特別的菜給你試試 好吃 阿德如, 先試試這碟炒石春吧 原來真的嗎? 是啊 我還以為是飲食傳說 但賣相不錯, 有點像炒年糕 話說以前煮食很厲害的廚師 為了表示自己的廚藝出神入化 炒一些石春出來給分客吃 讓他們正常吃的味道 是, 聽我婆婆說 以前打仗環境不好的時候 他們會把醬料拌在石春炒來送飯 一來很送飯, 原來可以做到 一條菜的感覺 況且中國人吃飯 終於有骨肉的感覺 當時沒有骨損, 就用石春代替 這個故事可以看到 中國百姓在飲食上的智慧 我們也看到醬汁有多重要 Jackie, 千萬不要小看醬的重要性 有時候可以說是女生大過醬人婆 比主菜還要重要 就像這道京醬鴨一樣 師傅用了生抽、老抽、花雕、蠔油 和冰糖來炆 還有, 和京蔥已經炆得融為一體 反而比鴨還搶手 對, 其實很多菜都是這樣 像咖哩廚仔炆雞翼一樣 因為廚仔吸收咖哩汁 所以永遠是最搶手的 就像吃腸粉一樣 因為甜醬、麻醬、辣醬 這些腸粉才這麼好吃 你這麼說, 我想起火鍋了 因為這麼多種烹調裡 火鍋最能夠吃到食物的原味 如果醬不漂亮的話 一點也無法騙人 對, 火鍋的時候 我自己也很喜歡自己混合醬 我用炸香的蔥頭 加上油、豉油 甜肉吃的好味道 這間店就出名吃醬 對, 甚至比它的散羊肉更出名 因為它沿用了一個北京總店 超過一百年的地方 究竟怎麼運出來? 一起買吧, 師傅 師傅, 我知道你們為了保持口味正宗 所有的醬都專程由北京運過來 這個配方已經用了超過一百年 究竟裡面是什麼? 最主要是芝麻醬、醬豆腐 韭菜花汁和少許花椒油 師傅, 韭菜花汁很少聽 厲害, 另外, 醬豆腐又是什麼? 我們先將韭菜花剁爛 然後經過發酵, 讓它變成汁醬 味道比較濃, 吃下去口感會比較新辣 醬豆腐就是我們廣東人叫的南乳 準備好材料之後就可以混醬了 但是那個過程是怎樣? 你應該先加哪種?和哪種攪法呢? 我們首先將芝麻醬、醬豆腐、花椒油 還有麻油、蠔油一起倒進一部機器裡 然後用很慢的速度把它慢慢攪勻 之後就逐漸加快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將微粒打到柔滑 還有可以稀釋, 如果我們加水 至於加水加醬的比例一定要是一比一 做出來的醬就是剛剛好 至於水一定要預先煮滾再攪拌 才可以加入醬 千萬不要用生水 因為生水裡面有細菌 加入醬裡面很容易令醬發霉 這樣就不能吃了 整個製作過程要攪拌多久才完成? 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Jacky, 醬調好了 這是正宗北京人的口味 但是為了配合我們香港不同的口味 師傅特別安排了九格醬料 九格醬料包括有醬豆腐、生抽、韭菜花汁 醋、辣椒油、砂糖、麻油、魚露和花椒酒 聽師傅說, 想吃正宗的口味 就是加南乳醬和韭菜花椒的 事不宜遲, 快點嘗嘗 嘗嘗 說明吃醬做主角 我選了一種醬料吸汁的食物 我選了冰豆腐 即是我們俗稱的蜂巢豆腐 由於是雪菇下冰界的關係 溶解之後就造成一個好像海綿的質感 一浸在醬裡 吸了最多的醬 豆腐本身的味道是淡的 而醬是濃烈, 剛好一陰一陽 吃起來的味道是剛好 羊肉本身只有羊肉味 因為加了這麼美味的醬汁 不僅可以調味 還可以把羊肉的味道 變化出不同的層次 阿嬰, 北京人吃山羊肉 跟我們很不同 平時我們只塗一點醬在羊肉上 但他們喜歡整塊浸進去 吃幾塊, 整碟醬就沒有了 真的試吃醬多次吃羊肉 不僅如此 可能北京人北方的關係粗豪一點 就算吃山羊肉 吃得很趕很急 半個小時已經吃了整鍋羊肉 不像我們這麼會享受 還有百寶茶喝, 謝謝師傅 吃完濃味的醬汁 喝一杯清淡的百寶茶 一個完美的舉號 Guinness Son, 你多賺點燒 例如一般地跟一個比較高 你說明星 guaranteed 你能和我的愛人的 很少少吃 有草地和草餅 吃他們的醬汁 不會只有 promise 我連我和去那堂 湯三寶, 洋蔥、紅蘿蔔和西芹 我們在香港外出腳扒 通常選擇黑椒汁、洋蔥汁 還要煮好 但這間餐廳反而為主 醬汁才是主角 老闆還會親自在面前煮給他看 老闆, 這裡的醬汁都出名了 你做醬汁有什麼心得呢? 醬汁最重要是要加料要更好 肉類要多加點, 熬出醬汁 我知道你們最有名的就是配牛牛的醬汁 到底這個醬汁有什麼呢? 煙肉、黑椒碎、蒜蓉、西芹 洋蔥、白菌 除了這些配料之外 醬汁的靈魂是老闆自創的燒汁底 這個燒汁底是用新鮮豬骨 雞骨熬成的上湯 再加入菜油和麵粉製成的 有了這麼鮮甜美味的醬汁 就可以做黑椒汁了 為了提升香味 老闆特別重視其他配料的味道 做法是先將煙肉爆香 接著就可以加入黑椒碎 炒到聞到黑椒的香味 就可以加上蒜蓉一起炒 炒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蒜蓉炒至金黃色 但又不能煮得太火 後則蒜蓉又會失去香味 炒完蒜蓉就可以加洋蔥 洋蔥一定要炒到剛剛熟 保持口感爽甜 之後就可以加西芹和白菌一起炒 把所有配料炒熟之後 就可以加一點紅酒, 增加香味 最後加燒汁, 煮熱後就完成這個醬汁 淋上牛扭面就大功告成了 平時吃東西, 很喜歡吃醬汁 這就是這家餐廳的肉招牌醬汁 你看, 材料很豐富 有蘑菇、洋蔥、西芹和煙肉 各自有自己的味道和口感 而且醬汁的濃度剛剛好 完全不會搶到肉的酸味 而我更欣賞就是黑椒汁的味道 因為黑椒是香而味辣 不像坊間我們不懂得吃 就以為黑椒汁要越辣越好 其實太辣的黑椒汁 反而會搶到一種耙類的鮮味 除了這個牛柳汁 葉師傅還特別調配了一個火焰大蝦汁 這個汁跟煮牛柳汁的材料差不多 但特別加入了幾種香料 像小茴、百里香和欣陳薏 令味道更加豐富 之前的牛柳汁師傅是煮好後淋上 但這個大蝦汁師傅煮好後 加上大蝦再煮一會兒 令大蝦可以充分吸收醬汁的味道 新鮮做出來的醬汁果然是不一樣的 不但裡面的配菜 仍然保留了蔬菜的原味 而且還粒粒是爽口的 跟熬了很久的馬蓮醬汁 真的不能相比 再加上這些用新鮮蝦做的菜 先嘗嘗煎,有什麼可能不好吃呢 其實煮醬汁除了材料之外 火候也很重要 因為如果小火慢慢煮的話 就很容易令材料的味道流失 這樣就不會不好吃了 有人家教路說甲腐乳 千萬不要用吃過的筷子 究竟有什麼原因呢? 是不是真的純粹怕吃人口碎尾呢? 原來有個說法就怕他發霉 就算這個說法 我們委託了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 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細菌培植 在桌面有三個細菌培植的結果 可以看到吃過的筷子 經過兩天之後 可以培植到一定數目的細菌 別以為筷子沒吃過安全 原來在家居環境的桌面 都有不少細菌 你看看,培植出最多數目的細菌 至於這個乾乾淨淨的培植樣本是怎樣 教授說,經過徹底消毒 用酒精抹過的筷子 培植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若果大家的腐乳還沒吃完的話 放進冰箱裡 千萬是食物安全的上餐 在這麼多種醬汁之中 我比較喜歡中式的醬汁 尤其是辣味,像一層醬一樣 其實做法也很簡單 煮上蔥頭、蒜頭、蝦米、瑤柱 還有火腿、辣椒 切碎後用油炒香 攤冷之後用一種醬汁就行了 這裡的老闆很擅長泡製中式的醬汁 這次特地帶大家來試吃 野味醬、茶圈醬和烏醬 高師傅,我是你們醬汁的粉絲 是,謝謝 炆腩肉 用了自創野味醬來做 這個野味醬有什麼材料呢 材料有南乳、腐乳 有圓曬的磨屎、麻醬 還有蒜蓉、塵皮 分量比例是怎樣呢 分量…我先說南乳 當然是南乳最多的 然後是腐乳 然後少許和豉醬 麻醬油一點 怎麼做和有什麼竅門呢 最主要是有些蒜蓉、塵皮 燒熱的鍋子 加少許油,先爆香這兩種香料 然後再加南乳、腐乳、鵝鶯醬 麻醬、混醬,慢慢火 最重要是慢火,油要夠 如果油不夠就黏鍋 火猛又會焦 慢慢火來推 最後加少許酒下去 增加它的香味 野味醬是專門用來燜肉的 而炒腩醬是用來煮海產 材料包括有豆豉、海鮮醬、麻醬、蒜頭 陳皮和辣椒粉 高師傅,另外這個炒腩醬 跟外面的炒海鮮醬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加了下去,有海鮮醬 有豆豉和麻醬來製作 這個醬是比較香的 你可以嘗嘗 那我不客氣了 吃炒腩一定要有豆豉 這個炒腩醬,高師傅特別加了海鮮醬 和麻醬 炒出來的海鮮更加鮮香 你吃完這個炒腩 你接著可以嘗嘗烏醬燜雞 好 對 烏醬,為什麼叫烏醬呢 大家或者覺得很奇怪 烏醬,可能沒聽過 實在這個醬在順德比較流行 可能比較黑色 它的材料比較特別 因為它的主角是用攬角 攬角,有豆豉、磨豉、蒜蓉 有辣椒粉來推烏醬出來 最後推好後,我們加點老抽 變得可能比較黑色 可能會說烏醬… 烏醬最主要是炒加禽類 對,雞鵝鴨是最好的,特別惹味 我自己很喜歡吃傳統醃菜的味道 但攬角的味道不是人都很喜歡 高師傅加了其他配料之後 可以令攬角的味道更容易被人接受 燜起雞上來和伊末的惹味 我非常感謝你 不用客氣,下次我給你一些新的醬 你再嘗嘗 好… 中式和西式的醬汁都試過了 是時候再嘗嘗日本醬汁了 好,日本人做醬汁的程度 絕對不低於我們中國人 如果他們有空走走在大型超市 你發現日本的醬汁種類 當時連幾個貨店都買不完 幾乎說得出的都有 對,要吃日本的醬汁 我覺得比較理想就是吃日式的串燒 因為日本人的習慣就是每一種食材 配一種獨特的醬汁 就像這家店一樣 但日本醬汁已經有十多種了 其實日式串燒醬汁雖然很多 但主要材料都是味淋、醬油和清酒 是呀,Tommy,我想知道 除了這三種主要材料之外 還有什麼特別的材料你加進去 其實我們不同的串燒會用不同的汁醬 首先說一下牛 我們不是用牛骨,是用牛膏 牛膏其實是牛的脂肪 是牛的脂肪,因為用了這道菜 跟醬汁一起熬完之後 牛的香味會更加香濃 那做法是怎樣的呢 那做法首先我們把日本清酒 和味淋煮滾 然後放牛膏一起燒 蒸發了酒和味淋的酒味 然後令牛膏燒得平均均勻 我們就會再加豉油 加豉油之後再煮 時間煮四至五個小時 在這麼多步驟裡面 哪一個步驟最重要呢 最重要的步驟我覺得應該是 燒牛膏和火候控制方面 例如燒牛膏的時候 我們要把牛膏燒得比較均勻 不可以有洞 當燒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把火候調節到適中的溫度 除了牛淚之外 雞肉和雞內臟串燒都會配不同的醬汁 首先雞肉串燒的醬汁 同樣是用過三種基本材料 不過還會加上魚才燒過雞骨 而雞內臟像雞神一樣 始終會有腥味 所以師傅加了一點香草 用來披腥 不過師傅說, 既然香草的份量 一定要剛好 味道可以掩蓋腥味就足夠了 接下來這種食物一定要嘗嘗 鰻魚汁呢 對, 因為這間店的鰻魚汁 是師傅自己秘製的 Tommy, 可以多說一句來聽聽嗎 其實我們的鰻魚汁 是用的份量很大 大概三公斤的汁水 用一公斤鰻魚的骨頭 我們做之前也會封乾兩至三天 步驟跟以前的醬汁差不多 都是要先放酒和味淋去燒 然後再加蠻鹽, 骨頭一起咬 大概要煮一整天的時間差不多 你怎知道何時才煮好 對, 因為這件事我們要不斷試味 每隔兩至三小時 我們都要試味, 看看火候 以防醬汁太濃稠 對, 會令味道有所變動 剛才在廚房看到師傅 一大塊一大塊牛股 把牛股放進去的牛肉汁 加了牛股的汁 真的可以令牛肉汁濃稠 被你借的鰻魚汁果然有點不同 跟街上現時買回來加工 真的差很遠 吃下去就像在喝鰻魚湯一樣 好, 吃下去了 Cokey, 自己煮, 一樣可以的 今天教大家做的就是創新的菜 就是烏魯油炸鬼 材料方面當然有油炸鬼 油炸鬼比較香、脆口, 還有塑汁 鹹料有蝦膠、免治豬肉 醬汁, 醬汁, 茄汁, 砂糖, 白草 Oak汁, 澱汁, 還有梅子 做法是首先做餡料 可以將豬肉和蝦膠拌勻 加一點生粉和鹽和胡椒粉 好, 拌勻, 拌勻 將它做成一個膠的形狀 千萬不要太散 如果太散, 就讓不在油炸鬼裡 接著就開始煮咕嚕汁了 把所有的味料, 茄汁, 砂糖 白草, Oak汁 還有醬汁, 拌勻 梅子的作用是將咕嚕汁的鹹酸 口感的層次更加豐富 因為咕嚕汁本身是甜甜酸酸的 梅子是鹹鹹酸酸的 加進去, 吃東西就更加豐富了 最好可以煮得難一點 梅子的味道就可以更加加在咕嚕汁 好了, 就變成了一個 有梅子味的咕嚕汁了 現在可以釀油汁位了 油炸鬼可以切一塊塊 千萬不要切太大塊 因為太大塊的時候 很難一塊塊放進口裡 油炸鬼在梅子之間有比較軟的位置 我們在這裡切開 然後就可以把餡料釀到油炸鬼裡 放一點點放進去 千萬不要放太多 放太多的話就很難熟 炸之前, 蘸一層薄薄的生粉 讓它炸起來就比較脆 好, 接著可以拿去炸 千萬不要用太大火, 用小火炸 因為油炸鬼本身已經熟了 太大火的話就很容易令到 裡面的餡料不夠熟 外面就焦了 炸的時候最好輕輕地攪拌 炸至生粉開始硬 炸至生粉, 還有轉金黃色就可以了 大約幾分鐘就足夠了 千萬不要拆太久 不然很容易整個酒櫃都焦了 好, 最後可以煮醬汁了 攪拌均勻, 放到鍋裡 可以買一個很薄的薄薄薄薄薄薄薄就足夠了 千萬不要太濃, 太濃的話 寫著很糊厚 最後就把咕嚕汁均勻地淋上去 傳統的咕嚕肉 都是用青紅椒做伴碟裝飾的 其中一些時令的水果 不僅好吃, 還很好看 酸味味和油炸鬼是很配的 今天選擇了奇異果和蓮霧 顏色也相當搭配 這個咕嚕油炸鬼特色就像吃咕嚕肉 但又沒有肉那麼油膩 對, 一些很普通的菜式 就這樣吃已經很好吃了 譬如溫室番茄 但始終上桌當菜好像差一點 對, 我們可以加一些 加了芥末的麻醬 就當成沙律 對, 裝飾方面 我們可以用一些 平時你很不起眼的食材 譬如西洋菜的菜葉 其實用得漂亮也可以很漂亮 可以撕出菜園 放在這裡 可以是一個很可愛、很漂亮的裝飾 這些就叫做巧蜜常用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跟我們交流飲食的心得 又或者重溫今集的內容 歡迎瀏覽哪個網址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再見 再見 近廚得食 帶你品嘗爽口彈牙的手打竹星麵 各具風味的炸醬麵、牛肉麵 馬來西亞蝦麵 感受麵食新口味 一碗簡斑的麵 同樣可以贏取客人的掌聲 威力C.I.Y.教你炮製 淡淡即食麵 下集近廚得食, 盲物錯過